請就位,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李柏毅議員 好,謝謝 謝謝今天大會主席 還有今天市政府 我們設政部門的同仁們 來到市議會 接受柏毅的質詢 我想設政部門最重要的 還是我們在市政府面對所有的階級 市政府面對所有不同層級 可能會需要用到政府資源 會需要政府協助 或者是其他包含勞工 包含社會 包含原民 包含兵役 包含客家族群等等 我們所有的同仁們 在不同的領域 這樣子服務市民 我想最多最多的問題 還是會在設政部門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對 台灣的這種 民間的這種愛心 我們都非常感佩 我在保安部門的時候 我曾經提出一個案例 我們衛生局長 新任衛生局長 黃局長 非常及時到位 我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 他馬上可以知道 我講的是男子 某一個醫院的某一個案例 那現在大概最終的狀況如何 那其實整個社會網絡系統 就是在這個案例發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國小的一對姐妹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姐姐 他們在小學裡面 父母親分別因為流感去世 那我那時候在保安部門 提出來的質詢 是針對這個社會局 是針對這個衛生局 跟地區醫院之間的連結 那我想要測試 知道說我們衛生局 有沒有及時掌握這些狀況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也不斷的在追蹤 包含這個我們社會局社工人員 學校 是不是我們整個社會的網絡 有沒有持續關心 這對姐妹還有他的姐姐 他們在生活上的狀況 那我跟各位報告 從我4月在保安部門質詢之後 那學校也在學校發起一個勸募的活動 那總勸募的金額目標 原本是68萬2000塊 就是給這兩個姐妹 他們未來的包含學費 那參費等等 那這個活動呢 很快在三天裡面達到兩倍 就是達到145萬 那所以學校也趕快 做一個募款活動停止的緊急公告 那這個募款活動其實還沒有針對 還沒有動用到我們電子媒體等等的力量 那他是透過什麼 他是透過學校家長會的群組 那再加上一些社會團體的群組 馬上幫這對姐妹募到這個145萬 讓他們未來的這個 從他們可能到他們高中畢業的學費 的參費等等的 我們目標就已經完成了 那我想就這個案例 我稍等或請社會局局長 或者是相關的同仁 你們知道這個案例 那你們可以跟市民來報告一下 這個案例後續我們社會局處理的狀況 那另外我再來談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比較老人養護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當事人 姓許 他83歲 獨居 有低收入戶 他長期住在安養中心 那今年的3月 他因為得到帶狀炮枕 那住進高雄農總 那住院期間他因為他獨居 那沒有家屬也可以照 可以照顧他 所以李幹事他建議里長 他協助他請看護來照顧 那出院後可以申請看護的那個補助津貼 但是市會局這時候在 因為診斷聲明書上面 必須要有專人 必須要有專人看護 所以市會局我們在第一時間 我們申請的時候 我們退回他的申請 那所以里長再一次的請榮總這邊 來重新開立這個證明 異位性皮膚炎 不是異位性皮膚炎 這個帶狀炮枕 那就是人家講的胚爪 那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種皮膚炎 那在剛好可能碰到我們的規定 剛好是必須要有專人帶 或者是當事人他沒有辦法有專人帶的狀況 但是他四肢又沒有影響到 他四肢的活動的這種疾病 說沒有辦法開立這種證明的 可以申請專人照護的這個證明 所以這個案例我想提醒社會局 不一定所有的這種疾病 或者是我們規定說四肢活動不方便 那我們才可以申請 那有很多這種相關類似的案件 其實社會局到一個程度的 我們的科長或者是科長等等 看到這種類似的案例 我想我們即時反應的速度 一定要夠快 所以我這邊也具體建議社會局 如果說醫師已經判定必須要住院 但是又沒有家人可以照護的情況下 這個診斷的證明 需要專人看護的診斷的證明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適度的來放寬 那稍後也請社會局做相關的回應 那如果有什麼困難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來討論 那第三個議題是 其實在我的選區就是左營男子區 這一年會碰到非常多 那這個問題往往在高雲市政府 我們以往不一定當作一個議題 但是我這樣子舉例 我在上一個會期的總諮詢的時候 我曾經提出來就是 如果這個眷村眷改之後 眷改之後留下來的這些公共建設 它需要投入大量高雲市政府的資源 公務系統必須要進去挖水溝 做路燈 然後做交通耗製等等的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方面的居住正義的問題 就是有關眷改之後 那這些原居民 我們可能認為他是眷村的老伯伯 或者是另外一個 他是中遊宿舍裡面的 可能必須要被遷出的居民 但是他們又沒有能力 在社會上購買房子或者是租房子 這些留下來就變成高雲市的社會問題 那市負局有沒有掌握 我在上個禮拜 有一個傳真進去 局長的辦公室 那希望局長就這一個 可能五月份 六月份 分別都還有這個訴訟 書 遇到必須要強制執行的 不管是眷村 不管是中遊宿舍裡面的居民 好 他們如果被移開 被強制執行之後 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可能沒有地方去 他們年紀可能很大 他們可能什麼都不會 那社會局有沒有掌握這些具體的案例 那我也希望社會局 所以要及時必須要掌握 那接下來就是 其實高雲市做得非常前面 非常好 那我必須要這邊先提出來 跟各位 嘉許也是來看看 我們還有什麼進步的空間的這個食物銀行 那 從 上一個系列 我持續在 學校方面 關心這個 學童營養午餐 那我們主張 如果學校要 提升 學童的食材 必須要規定使用飛機改的食材 那飛機改食材 同時 他就是碰到 食物原料 會比較高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碰 在教育部門 我們碰到的議題就是 如果這個食材提高 那 營養午餐餐費 是不是要適度的調整 那營養午餐餐費 如果要調整 一塊 兩塊 三塊 那其實直接也影響到 我們社會部門這邊 可能我們對低修 可能我們對弱勢的學生 市政府必須要補足的 這個營養午餐的預算 提高一塊 那時候社會局的同仁跟我說 好像要增加市府預算的七百多萬 還是八百多萬 提高兩塊就是一千多萬 那 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有沒有其他解決的方式 我們知道政府財政面臨那麼困難的狀況下 怎麼樣把資源可以結合 怎麼樣不浪費資源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議題 所以 我在教育部門我提出的這個質詢 不但我們希望 學生可以來重視這個食材的教育 他們從食物的基本的養成 食物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希望學生不要浪費食物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食物的這些節省 還是吃得飽 但是不浪費食物的情況下 讓食物的資源可以更充分的利用 所以其實我們社會局目前的這個食物銀行 我認為這個已經在全台灣的縣市政府裡面 已經走在最前面 但是我們還有沒有空間可以進步 有的 比如說 前一陣子正在 大家討論的東西 就是量販店超市的剩下的食物 或者是快要過期的食物 一年倒掉40億 每年丟掉3.6萬噸 除了這些食物 它可能必須我們防止它的這些標籤 防止它的這些保存期限 可能會被有心人士不孝商人 我們要杜絕這些過期的食品之外 其實有一些我們可以好好的利用的 其實我也建議社會局這邊 可以跟這些食物超商通路或者是賣場 這邊我們做一個更怎麼樣的連結 可以把這些食物省下來 可以放在一些學童的身上 那就是我針對剛剛的大概四個問題 等一下請看社會局或者局長 或者是要請哪些同仁 可以給我們一些具體的回應 謝謝 來請姚記長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個第一案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3月31號那一天 其實我們的社工人員就已經過去 衛防了解他小朋友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情形跟狀況 因為目前 因為我們這個家庭 他其實父母是離異的 所以在他們前後的一些連結上 之前在衛政的部分已經有先做一部分的處理 那我們設政的部分主要是協助 他的小朋友後來的一些相關的協助 是不是有我們介入的一些了解 那我們後來了解之後 知道他的家 他的個案部分 他們本身是有原名的身份 所以有一些固定的他的相關的補助 然後他還有一個 案主的舅舅 還有案主的三姨 其實他們家庭的連結系統算是還不錯 那我們也了解孩子的一個狀況 那也有詢問過 我們是不是需要協助安置 但是家庭會希望說 還是由他們來自行 不要把孩子送去機構 但是可能需要一些經濟上的一些協助 所以就一些補助 能夠協助申請的 有申請的 其實當然都是讓他可以申請 那如果沒有辦法申請的部分 我們也有連結 其他的一些民間資源 甚至包括家福慈濟 也都有提供協助 那現在的一些狀況就是因為 爸媽都不在 所以他監護權的部分必須要改判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是協助在處理當中 謝謝 這個議題如果後續有什麼困難 我希望可以給我還有 還有今天大會的主席 我們要持續關心這個議題 也請相關的同仁 如果他們還有其他什麼困難 政府沒有辦法幫到的話 我們很願意來繼續來協助 那您剛還關心有關第二案 長輩在申請看護的一個補助 津貼的一個規定的部分 他有一些明文的判定 那如果說 四肢行動方便 跟這個丟陪主要獨居 真的沒有辦法去醫院這個 如果在標準內的 我想應該就很容易可以判定處理 那有一些標準外 然後可能需要我們行政裁糧去了解 我想我們可能是另外 是請在有社工過去了解他的實際狀況 我們可以用行政裁糧權來處理的 我們用行政裁糧權 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就可能也是要連結一些民間的協助 是 那另外您包括 您剛有提到說 有一些改建一些眷口或等等的一些區域 如果有一些裁前戶 本身是比較弱勢的 因為其實現在高雄市 可能有蠻多這樣子的一些project 在做的時候 但是我們原則上 我們服務的對象是 他必須是 他個身本人是因為弱勢 所以我們有來做協助 那這個捐身感見這個部分 我們的確事先也都有去請社工員去訪查過 那有六戶是 5月20號 必須要拆遷 對 那我們之前其實蠻早應該去年吧 我們去年就已經去訪了 那其中只有 六戶裡面有兩戶是比較弱勢 可能比較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有去了解他的相關狀況 那但是因為他好像是應該跟國防部的一些關係 所以他的經濟狀況 雖然比較需要協助 但是我們提出來的時候 也帶他去雅虎中心來參觀過 但是他會希望能夠安置在還是國防體系的一些相關的單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尊重當事人他的期望 但是能夠提供的協助跟評估跟資訊 其實我們之前社工員都有直接到位的去提供這樣子的協助 我想跟 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的部分 其實全台灣現在有非常多不同的食物銀行的方案 甚至說也有一些是食物券各種的不同的方案 那目前我們高雄市有四個實體的一個實體的物資商店 然後有我們有49個物資發放點 那的確就像議員您說的 全台灣大概高雄算是不點部的最廣 但是也是因為高雄的服務員真的是太廣大 那這個部分有非常多的模式現在在台灣各種的試辦當中 那我們比較不走就是食物或是物資recycle的那種 我們現在跟我們合作的一些單位都比較是捐新鮮的物資 不是二手的物資 所以其實是讓可以尤其是一些冰原戶的一些部分 或是疾難的這個部分的個案 可以拿到的東西的品質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同時就是我們要很努力的去連結相關的一些資源 讓更多的不管是捐贈者或是企業或是相關的單位 可以一起來參與讓我們這樣子的物資可以更豐沛更多元 尤其是有一些物資是比較常用的 日常的一些用品 所以它的消耗會比較快 所以這個一直都是我們的在努力的方向 可以想想看 這個像超商量販 他們的這些可能會過期的食品 甚至我們還有什麼空間可以跟他們合作 我建議我們可以去試著去接觸看看大家有什麼工作 是的確是有一些不管是超商甚至麵包店 甚至有些小的一些商店 也都有分別的來跟我們做approach 但是有時候甚至說有一些水果類的一些東西 但是有時候會比較麻煩的就是在運送的過程裡面 會有一些新鮮跟變質的一些風險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之前可能比較不採取 就是剩下來的食物的這個部分 但是有一些如果比較沒有這方面的考量 我們當然是非常希望可以善用這樣子的這些寶貴資源 我知道歐美也有很多這樣子的方案在走 好 再兩分鐘 好 謝謝 謝謝局長您請坐 那不好意思對社政部門的同仁 剛剛都只問社會局 那社政部門其實還有兵役局也在場 那兵役局劉局長 我很感謝你回到政府體系來服務 過去跟你當同事的時候 其實你為高雄市的教育 其實你也付出不少 那也因為那個過程 所以今天特別在這邊感謝你 那另外也祝福你到中央在退府會之後 可以服務到更多以前你曾經服務的對象 來 局長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李博議員的執行 那接下來執行的是劉德林議員 會主席 我們在場的設政的所有的局處首長 以及我們今天在場的議員小姐先生 以及我們高雄市關心高雄市市民的 我們所有市政的市民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呢我跟主席報告一下 我採既問既答 那我首先請問那個社會局局長 直接直接回答了 局長我再想請教 在中央在去年通過的長照法 那現在來講的話 明年長照法必須要實施 在我們來講 現有的一個十年長照計畫 也就是在這十年當中 高雄市我們共同在跟衛生局 共同在推動的十年長照 那在這個十年長照 我在想社會局的各項的工作的一些績效 也顯現出來社會局對這方面的努力 可是在這方面的努力 還是要面對的一個未來的長照法 實施的一個上路 在這個上路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跟十年長照 的一些裡面的精神內涵 有些是相符 連結的 可是我們也想藉由長照法的這個實施跟通過 怎麼樣來針對的我們高雄市所有的一些年輕的 必須面對的老人家 他的父母 以及他的一些這個周遭 他要去面對的這些問題 怎麼樣讓他能夠在他的負擔當這個當中 可以減輕 那我們在這個法案當中 當初所通過的 是一個保險制度 那現在來講的話 馬上面對的未來的新政府的上路 那我們也聽到 在這個新政府的上路 我們要採一個 這個採這個遺產稅 還有其他的稅 稅務來做一個補充 那我想第一個請教一下 局長 針對的長照這個長照法 未來 要實施了 我們現在社會局所面對的 要怎麼樣 在這個部分 你要怎麼樣 在這上面 已經要做積極的準備 你有哪些準備的方向 我就直接回答 那謝謝劉議員的關心 的確明年長照法 開始正式上路之後 我們有非常多要相關的 一些配套的準備 尤其包括我們的服務人數 會從我們target的 主要鎖定的一些服務對象 我們目前長照十年的 服務對象 主要失能的老人 會是兩萬七千多人 但是我們明年正式上路之後 其實適用的對象 變成六萬四千七百多人 所以對象也變得非常的擴大 人數也非常的眾多 那當然我們服務項目的主軸 其實都是一些基本需求的部分 所以跟長照十年的一些主軸 原則上會是一樣的 但是可能就是因為對象已經不一樣了 甚至說我們有一些服務的機構 的一些定位 甚至他的設施設定的一些相關的標準 也都提高了 我再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來講 我們社會局所對於我們重大的 包含我們需要呼吸器的這些 重大的一些病患 老人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 現在我們面對有多少人 就是說我們申請這個重大的 需要這個社會局做補助的 這一個區塊有多少人 你如果有插管的 三管這個部分是會在衛政的護理之家裡面 那我們比較是安養的 那我們安養的這個部分來講 現在有多少 補助安養的部分 我們補助安養的數字 我們請那個我們老副科長給議員 詳細的數字請 請科長答覆 給我一個數字就好了 陸友是那個地獸或中地獸 目前補助有三百多人 是在機構裡面養護 那我們來講的話 像我們社會局在一年當中 總預算對於長照的總預算是多少 差不多七億五左右 那中央補助多少 長照的部分是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五 覺得中央補助的還蠻 但是這個比例我們預期會被調整 我在想說齁 在一般的就是說我們一般的 像你來講的話 回頭 他可能要跟社會局這部分 來申請所謂重大的一些 需要這個 我們病床或者其他的一些 剛剛你講的所謂插管 的這些呼吸器的醫療當中 這個部分是屬於衛生局 那我們 可是這個錢的部分 是不是要跟社會局來申請 申請補助的這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相關的補助項目有非常非常的多種 甚至說議員您可能也知道我們有一些居家服務 日間服務家庭托顧甚至 那部分我都知道 就是說不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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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我們自己會直接處理 那有些是中央會下來 則由我們社會局來 我想說這個區塊 是因為負擔最沉重的這個 這個 我剛剛所講的是負擔最沉重的 也就是政府更應該 要去把這個 藉由長照法 或者十年長照 把這個這個 所有的 我們這個高雄的市民的 這些 面對這個問題的這些 年輕人也好 或者家庭也好 他這個重擔怎麼樣幫他解決 給他這個這個重擔能夠降降低一點 這個才是我在想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我們來講我也知道 像我們來講高雄市 從推動的一個我們關懷據點 我看工作報告的時候 局長也提到了關懷據點 也就是關懷據點在社會局在上面發展出來 所謂的關懷據點然後仿視 然後各項的從仿視當中 又能夠了解各項的 我們所需要的一個居家照顧 跟這個居家的一些各項的一些 他所需要的一些工作 所以說在這上面來講 他是相對的結合 那現在來講我們也知道 現在社會局在積極在推動 我們社區的一個照護的一個 這個一個機構 也在在強期來講 也就是從我們老人關懷據點的 一個提升 那甚至於做到在這上面的精進 我在想 現在積極在努力 未來的成果會更好 可是我希望說 局長在這個點的一個設置的均衡 均衡 那所有的均衡能夠達到 我們的一個正時的日託的重要的 一個落實的一個均衡的一個平均值的一個 實施的一個成果 局長你的方向是怎麼樣 其實針對那個 您是針對說我們 關懷據點 關懷據點 關懷據點延伸日託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所面對的 對 這個部分將來 我是希望你能夠 在這個設點當中 達到一個均衡式的 來帶動整個的日託的一個成長 讓實質的一個實施的計畫的精神 能夠凸顯出來 對 因為現在我們 我們這項長照的業務是在我們中央的衛生福利部 狹小 但是它有分兩塊 一塊是針對照護司 一塊是針對社家屬 那照護司他會比較針對 他的設置 他的日照的一些服務的對象 跟我們設政的服務的對象的所謂日託的 日託日照這樣子的 規格又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設置上 我們當然希望在經費上 或是在照顧能量上 可以盡量的擴大 那我們也希望跟衛政有做很好的整合 那但是因為我們核定的對象 跟補助的來源 會有從中央下來 就是兩個不同的區塊 那我們設政衛政 地方我們自己整合 我們算是合作的很好 那而且我們現在的個管中心 也算在衛生局 他們評估完 然後由我們來這邊實施相關的一些措施 但是中央補助下來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非常的複雜而綿密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哪些要在衛福部的招呼司那邊設 然後哪些是在社家署這邊設 下來又是不同的 這個我們也不堪其擾 所以我們也反應很多次跟衛福部的時候 局長如果說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面對現實 我們都希望明天會 明天會比今天更好 對不對 那在這上面來講 我剛剛回歸到這個長照法的實施 在長照法的實施之後 我們馬上現在面臨的經費的編列 明年的 你預估在明年的預算編列 那我們來講現有的 現在的長照的一個十年計畫裡面 我們中央一年差不多補助了五六億左右 那未來我們明年度實施之後 我們的這個經費的成長 而我們高雄市面對這個經費的一個來源 他是怎麼樣來編 我們目前我們明年度原則上應該是七億九 要新增的一個數字 原本的我們的預算還要增加七億九 沒錯 所以我們會十五億將近十六億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來迎接我們明年的長照法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才會必須要趕快積極來做排富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長照法 所有的都是我們自酬款嗎 沒有也有中央 也有中央 其實我來講的話 在這段時間看到新政府 尤其林全這個院長所提到的 用一些遺產稅啊 或者娛樂稅這些來挹注啊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你知道我們高雄市一年的遺產稅 在總個中央的分配的餘額大概多少 如果說按照今年的預算的稅入的編列 是九億多啊 那在九億多長期以來 我們高雄市就是用這個 我們遺產稅的一個總額的預算 在分配的一些各項的一些支出 稅出的支出 好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把這個遺產稅變成指定用途 那當你指定用途的時候 這九億多就會排擠到高雄市 是這個我們整個高雄市的預算 是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就我們 如果說按照這個樣子的話 高雄市未來這個整個的總體的一個預算 它又會提升提升的狀況之下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們原本的一些在之前的我們長期 稅入的一個遺產稅的稅入 它的實施的分佈會受到影響 那未來我們市政府裡面還要因應在這上面 來做我們的長照的預算的編列會增加 那這邊在我們的這個所有的遺產稅這裡面 又是呈現一個問題 所以說這個問題 將來未來面對長照法的這個經費的主體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因為您說的沒有錯 就是說因為像我們目前105年 我們這個將近719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有517就是來自中央 那我們明年如果還要再增加的這個部分 再增加的715的部分 其中6億也是我們的按照目前的規劃 如果標準沒變的話 其中6億也是要來自中央 那現在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 像目前現有的政府的規劃 那現在的運作方式都是按照本來的預算編列以及未來的保險的一些收費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如果再來可能也沒有那麼快 馬上會變成要調稅 所以說這部分來講主體的未來的主體的一個計劃跟政策 會被我們所有的所屬的不管中央也好地方也好的經費 所產生一個變化 產生變化是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所擔憂的在這個預算的產生變化當下 能夠對盤障法的主體的落實照顧的精神 對於這個長期期盼中央跟地方國家給予他的一個一個這個負擔的減輕 這個是現有的一些所面對的一些的問題的存在 包含我們衛生局他整個的統計有三萬兩千名 他們的面對的一個統計的數字 那我們也希望你也就是你社會局所面對的一個統計的數字那更高 所以說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大家共同期盼的長照法就是怎麼樣減輕 我們這些受困的一些家庭跟年輕人的一個負擔的減輕 能夠藉由長照法的一個實施 可是在這上面來講 本系一直在觀觀觀察這個長照裡面 並沒有看到明顯的一個改善跟突出啊 有關他的經費也好 未來我們這個社會局跟衛生局怎麼樣來更做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看不出來 是因為我們的確也是很擔憂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 因為您也聽得出來 其實我們很大的比例是來自中央的一個補助 那中央的補助的部分 其實中央自己也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因為高雄跟其他縣市的比較起來 那所以中央現在也有給我們一個相關的規定 就是說因為長照服務法一上路之後 我們的對象馬上擴大成 失能六個月以上的全齡人口 那其實一下子也是擴張到太大 也很怕會全部沒有辦法納進來 所以現在優先納入的是50歲以上的失智症患者 以及49歲以下的身心障礙者 所以其實中央也有相對的一個因應的一個規範 給我們來優先順序來做處理 所以不是馬上一上路就全部都放開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個步驟來走 不管是金額的部分 對象的部分跟設施的一個部分 都會有一個轉環期 那這個轉環期 現在或許還沒有完全明朗 或許這個轉環期會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們都已經 局內我們也開過非常多次的會議 甚至跟中央也開會 然後也跟我們專家學者 跟我們的民間的相關的機構 長照的機構 一般的安養機構養護機構 其實我們大家有很多不同要處理的事情 其實社會局都很努力的 其實都按部就班的在做準備 實際上我在這邊針對的這個長照法的未來的上路 跟整個經費的編布 跟這個憂心 我們是希望在這邊念之在之督促 我們這個行政單位 在這上面現有的時間不多 怎麼樣做到更好落實 包含行政單位怎麼樣做結合 這個結合是你衛生社會局跟衛生局 我在想牽扯的這個各跨局的還有更多 包含民政在第一線他也必須要去面對 所以說在這種跨局的一個一個整個的政策的一個推動 我在想當然行政單位 我們也希望層級拉高 做一個主體的整合 在整合當中做於整個的各項的一個事務的一個推動 會比較來的更好 也希望你們這個高雄市市政府在未來 他的整個的整合的位階包含副市長 是不是責成這些問題 再做一個非常 來這個處理未來的各項 面對政府這個困難的一個解決 所以我們希望區長能做更加強強 是是是 也謝謝議員的關心 也期待未來這個長照跟真正的過落實現 再一分鐘 好再兩分鐘 在這個長照的一個精進的落實 我們真的是希望這個法源的精神 能夠真正的對我們整個的國家裡面的一些 尤其高雄市這些年輕的跟這個受困的家庭 去減聽他在這上面的一些一些承擔跟負擔 所以說我最近有去一些這個安養機構 包含護理之家 這些當然護理之家我們也看到這些這些人的一個 在裡面的一個生活跟他的治療 當然我們也看得出來這個所有面對的一些這些這些家庭 他真的是必須要去承擔 您 局長你知道他們這一個月大概 到那個護理之家大概 平均要交多少錢吧 三萬到四萬五之間 你看了沒有 今天我們來講一個家庭 如果面對的一個這個類似的重症 他一個月要負擔三萬到四萬五 這個是是何等的一個沉重 所以說我看完了這些我一直針對了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就針對了長照法的實施 包含最近到各這個護理之家跟安養之家 這邊去了解去深入 才覺得這個區塊是非常非常的這個重要 比任何的事情都來的重要 也就是長期以來我們社會上跟國家裡面推動這個這個長照法 他實質的一個必要的一個精神的出發點 我們當然說在這個精神的出發點 我們當然是懇切的一個需要這個實施之後 真正能夠落實到減輕這些所受困的這些家庭的一個承擔 好不好 但是也是要跟議員報告 因為現在社會各界都對長照法之後的新的社會福利的樣態 抱有非常非常高的期望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就像議員您了解的狀態 跟我們跟您報告的狀態 您大概也知道 其實我們整個社福的一個能量還是有一個上限的 所以我們也很擔心 明年之後整個大家的預期心理太高 反而會造成真的需要照顧的這些主要的對象 所有該獲得的資源幫忙全部都充斷掉了 所以我們預期會有一段的時間要來磨合 讓這樣子長照一個好的精神 可以focus在照顧真的困難的家庭的這些長輩 而不是每個人狀況還可以 但是他都想要來被長照照顧一下 那反而最後的資源 分散之後就變成大家都沒有獲得需要的幫忙 這也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啦 好謝謝議員 謝謝劉德林議員的執行 那我們上午的議程就到此 下午兩點半我們繼續開會 散會